那上个星期我讲到题目是 核心价值之四 尊荣 那讲完之后呢 我觉得在教会里有非常大的反响 因为这个题目过去呢 很少讲过 以致在教会当中我不大晓得 尊荣文化带来的祝福和改变 我考考大家 上个星期当讲到尊荣的时候 我特别讲到有七点 七个方面你需要尊荣的 你还记得吗 尊荣神 然后呢 尊荣领袖 还有呢 为主劳苦的 还有呢 长辈 就是白发长辈 还有呢 年轻的 还有呢 那些看起来不体面的 肢体有残缺的 还有呢 有过犯的 有人说那项目是前几个 我都双手赞成 但是对那有过犯的罪人 我希望尊荣他吗 答案是肯定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读一段圣经 在路加福音第一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 撒该 做顺利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经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 接在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议论说 他经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恶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人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 两个男孩的子孙 人子来 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撒该呢 是在圣经里边的 最矮的人之一 多矮呢 不晓得 只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他看不见耶稣 结果他就爬上手去 这人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个妇人 她是什么职位 税吏 税吏长 你千万不要和国税机挂钩 两回事情 当时因为罗马统治 以色列帝 但是呢 收不到税 因为以色列民 非常的精明 结果呢 他们就 把这个收税的责任呢 就给了犹太人 叫以犹治犹 犹太人对钱很敏感 所以撒该呢 他就成为一个税力长 负责这一片的税收 是包税制 比如说 罗马政府说 你要拿到一千万 他呢 就募到一千 就收到一千五百万 然后呢 一千万交五百万呢 就 放到自己一千包 所以他当时呢 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第二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为什么富人不被敬重呢 因为他钱来的不是正道 他用各种的方法 或多收 或搜瓜 总之呢 在当时呢 百姓非常恨恶他 不止因为有钱 因为他替罗马政府办事 所以当成奸维一样的 那第三他是个矮人 就是个子非常矮 当他听说 耶稣要经过的时候 在哪里呢 耶利哥 如果你看圣经 耶稣常常进出耶利哥 因为耶稣通常去到这边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从约旦河外 然后过来 从耶利哥 然后进来 所以他听到耶稣行神迹 传福音 赶鬼一病 所以他很想看 真道理是什么人 所以他就爬上树去 要看看耶稣 我觉得很 很有对比性 耶稣呢 是降到人间来找人 他呢 爬上树去去找神 所以你看 一个上一个下 就看到这个 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他上去之后呢 请问容易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你想一个税吏 本来就低头 做人的 结果爬到树上去 个子又那么小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个子小 你会做 我想我会做这个事情 但他呢 又爬上树去 又表达说 他有一刻 真的想看一看 他到底是谁 结果路过的时候 他不得看着 就跑到前头 爬上树 耶稣到之后呢 跟着我抬头一看 说 撒盖你下来 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 所以这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 大好的消息 你知道到那个时候 这些老师 先知 通常呢 都没有旅馆 可住 住在一个家里面 都是什么呢 都是被得信任的 有好名声才住 所以他非常高兴 有下来就说 欢欢喜喜 接待耶稣 周恩看到之后呢 就一轮纷纷 这么大的尊荣 怎么就落到一个 罪人身上 就跟我们当中一些人一样 这个人配得尊荣吗 耶稣讲了几件事 第一 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也有他人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失丧的人 他需要被拯救 需要被关怀 前面 耶稣有没有给他读到 有人说 你非要悔改 有没有 没有 只是说 你下来 我今晚住在你家里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然后呢 这个人 立刻呢 踏踏地改变 怎么说呢 你看 说欧巴搜了一半 给穷人 容易不容易 那么多家产 非半给穷人 另外呢 我若讹诈了谁 就给他四倍 这是超过旧约律法的规定 在旧约里面 如果你 你要拿了别的牛 羊的话 是这个赔法 一般你要是抢夺别的财产的话 只是多付20%而已 所以他所做的 是超乎律法的规定 而且是心甘情愿 就表示说 当耶稣说 你下来 我住在你家里的时候呢 他自己被感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尊荣 会带来更新 一个尊荣呢 也会带来祝福 当时那些犹太人 就非常的不解 一个先知 一个自称 拿扫了耶稣的人 一个自称 弥赛亚的人 居然可以住在一个 尊荣家里边 他不怕被玷污吗 耶稣说 我来 不是来寻找印子 而是来寻找尊人 我来拯救 所以看到 耶稣只是对他说 我住在你家里边 他得到一末大的一种尊敬 他立刻就悔改 所以看到 尊荣 有时候呢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 所以第一队呢 我就讲到 耶稣和水利 他透过这简单的一句话 他洗心革命 他立志更新 那圣经后来呢 没有讲 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改变了 也许 他后来呢 也许 跟随耶稣了 我不晓得 但是呢 他的生命 因着耶稣的一句话 他得到改变 第二个呢 就是以德抱怨 刀下留情 上个星期 我讲 同样的听读 多于圣经的理论方面 今天我用三个实例 从耶稣和这个沙盖 然后呢 大卫和扫罗王 还有保罗和提摩太 三个不同的例子 来说明尊荣所带来 极大的改变 那上星期 刘牧师在 我们那个DVD一半讲到 敬拜的时候就讲到 扫罗王 其实扫罗王来看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坏的王 他一个非常简朴 坐罗之后呢 还在家里边耕田 长得也很好 对吧 高大俊美 但是他却被大卫王所替代 而且圣经说呢 唯有大卫这个人 是神所怎么样 合神心意的 哇 这是千万 就是千千万之一选了一个 如果你要看 他的确不怎么样 他抢夺别人的妻子 借刀杀人 抢别人的财产 然后呢 家庭也是混乱 妻妾成情 儿女凶杀 为什么他被神称为 合神心意的呢 你要看圣经 如果你要看其他解经书的话 有很多理由 比如说大卫呢 犯罪之后 他愿意悔改 我也看到别人悔改 也没有被称为合神心意的 比如说大卫会弹琴 能会敬拜 那我看到很多敬拜 弹琴的什么 也没有被他称为 最合神心意的 所以看到大卫 合神心意不是单单一向 而是一个集合 因为他做了很多 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被神来尊重 那有一点呢 你可不知道 就是他呢 是一个尊重 神所命力的一个君主 或者他尊重神的权柄 大卫和扫罗王的关系很复杂 既是君臣 又是两代君主 又是呢 岳父和女婿的关系 当大卫被高丽王之后 等待他的不是宝座 不是王冠 而是呢 追杀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诗篇多少诗篇 大卫被追杀到一个地步 可以说山穷水尽 他呼喊说 神啊 你是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的高台 你是我的 随时的帮助 他干渴到时候 如露可恶心水 他真的是 很多时候走不下去 但大卫王呢 对扫罗一直是尽重 如果你读圣经 有几回 当扫罗追杀的时候呢 就误入到 大卫和他的兵丁 藏匿的洞里边 他去接受 黑顾乎的 然后呢 大卫的刀就在旁边 请问 杀的他容易不容易 容易 太容易了 举手之劳 但大卫没有 他放弃 就是杀他的权力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上帝所高的 他不能过来做它 我说 哎呀 这个大卫 这是失去好机会 你知道 两代施主当间呢 当中呢 是常常要斩尽杀绝的 所以大家知道 最近马来西亚 有一个 有一个人被 在机场 好像蒙了带着 还是打了独阵 不晓得就死了 据说他是 内外一个国家的 一个首领的哥哥 因为这个哥哥 本当是 即位的 因为是世袭制 兄弟之间 都可以下毒手的 那对于 扫老 对于 大概来讲的话 他被高丽君王 他是合法的 他玩得怎么样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尽快登上宝座 不是吗 那他没有 他还是放弃 还是逃逆 最后呢 终于 十二个支派 在西布伦集合 最后打败扫罗 但事情没有完 当扫罗和约拉丹 战死之后 那大卫就问说 如今扫罗王家 还剩下谁呢 若你一听的话 你去探索什么 斩尽杀绝 不是吗 不是 打败来听说呢 那个扫罗的有一个 直系的一个孙子 约拉丹的儿子呢 叫米菲波舍 他是个瘸腿的人 小时候因为 他跑路 那个奶妈 没有走好 一下子就摔倒了 当时也没有这个 接木术啊 也没有外科 孩子就瘸腿 可以说是 这个家的遗孤呢 是个非常可怜的 所以米菲波舍呢 是个非常可怜 一个瘸腿的孩子 大哥找到他 然后说什么呢 我要给你 恢复你家 所有的财产 而且呢 我也常常会请你 到我和我一起 来坐席吃饭 大概那个时候 已经是全世界 可以说数一数二的 一个强国的首领 和你来吃饭 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看到 大卫王 他被神认为 和神心意 不只是他给他敬前 他知道认罪回来 他知道敬拜 他也懂得 知道神的权命 阿们 所以你看 大卫之所以 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边 被尊重 被神肯定 这一点呢 你不能不提说 第三 就是保罗和提摩泰 大家知道保罗 一生没有婚起过 那保罗呢 也没有儿育 但是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他有很多属灵的儿子 我们知道的 比如有提摩泰 有提多等等 这年轻人呢 和保罗不只是师徒的关系 更是父子的关系 那提摩泰是其中一个代表的人物 那提摩泰呢 他的母亲是西伯来人 是犹太人 他的父亲呢 是希腊人 是西利尼人 他的生活在一个 两种文化当中 这种熏陶下来 我常说 有这种多文化的熏陶 常常会出来使用 后来他因为从小 他的祖母 妈妈 给他教导圣经 他对圣经 根本旧约圣经 律法非常的了解 到他信主之后 就成为保罗一生 那么保罗把他从神那里 所领受的一些属灵的看见的 一样一样给他来讲 所以 提摩泰后来就成长很快 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 保罗常常带着他 在保罗那个时候 他是个使徒 他不是祝堂的牧师 他建立一个教会之后 设立长老执事 然后保罗又离开 去开拓新的福音工厂 那请问教会让谁来管理呢 就由他所设立的长老执事 来管理 但后来从圣经看 这些教会呢 后来大多数的都会出现问题 或是同工不合 或是一端入侵 总之教会有很多事情 所以保罗除了宣教执堂之外 保罗一个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 要来处理教会的问题 有时候他不能分身 就派提摩泰去 他去的时候不止说 你去好了 不是 而且保罗得亲自写书信 写介绍信 所以在保罗书信里边有六封信 保罗和提摩泰一起署名的 这不是有些教授写论文 是学生写完教授签字 但是不是 是保罗写完 然后提摩泰也顺便签字 就代表这个父亲班里使徒的心怀 然后就提携提摩泰 这提摩泰后来在很多非常难处理的一些教会里面 他展现了非常大的才华 有恩典有恩资解写教会的问题 这一看到保罗和提摩泰呢 他们不只是保罗提携提摩泰 如果你要看在圣经里面 提摩泰对保罗也是非常的尊重 他称他为属灵的父亲老师师徒 他有任何的难处 他来请教 甚至当保罗落难的时候 还奋不顾身去到保罗跟前来服侍保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父子师徒这种亲情 使得福音得以拓展 所以你看尊重不是单方面的 是要彼此的 那么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 组长和组员当中 需要不要彼此尊重 需要 请问夫妻当中需要不要彼此尊重 需要 那我常常呢 就听到一些小母聚会里面 当先生和太太不在的时候呢 这一半呢就开始怎么样 不是如处加珍呢 是这个 这个是讲十大罪恶 一样讲 你这样讲行为 你先生或你太太听到时候会高兴吗 不会 这我觉得 在神的这个规范里面 有尊 有容 你要需要去了解 阿们 大家了解之后你发现 你就在一个轨道里面 运行的时候就很长痛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 就在圣经里面 三个简单的故事 一个 是 耶稣和 大盖 另外呢 大卫和少罗王 第三呢 是保罗和提摩太 这三个你发现 虽然他们的关系不同 身份不同 时代不同 但你可以看到 尊荣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 阿们 在过去 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其实呢 你要想尊荣的话 其实有很多 值得我们反省的 在中世纪之前 我们知道 那个特别是在 中世纪再早 五六百年 那个时候 教会的是被压的 那时候我看到 在保罗时代 在后使徒时代 很多教会 教堂呢 被拆 被抓 主教 或者牧师被抓 那时候教会的地位呢 都很低 但当后来 当基督教成为 罗马的国教之后 情况改变了 过去被打压的 一时间怎么样 成为皇上的座上客 这些主教呢 立刻就成为 城市的市长 那教皇成为 整个世界的统治者 所以你要读 这个西欧的历史里面 甚至当时很多的 英国 法国 或者是当时德国 一些君主 比如说 老国王去世之后 新国王要登基 必须要得到 教皇的祝福 负责呢 就不能够登基 所以有些国王呢 因为见不到 这个教皇 在门头等几天几夜 可以说 当时教皇呢 充满了尊荣 但这个尊荣 确实不对 因为是一种 以世俗的权力 一种属灵的压力 管辖这些会中 当时的百姓 没有权利读圣经的 当时的百姓 没有权利来分享圣经的 他们只是听 一个人说教而已 所以看到尊荣呢 不是说一味的 要来 要听处 不是 而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知道 后来马丁路德 后来掀起了一个宗教改革 就恢复了调整在圣经里面的关系 无论是你是做牧长的 或者是做一般信徒的 在竹童的里面都是一样 都是属人的儿女 神只是把一些牧养的责任 给了一些人 他们怎么更多的来照顾 来保护 来喂养这些群养而已 这是基本的区别 因为他们为主劳苦 因为他为主付出 怎么理当敬怒他 但家里也是一样 那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 有个太太呢 也是读了书 也是高学历在家里面 因为看孩子 所以心有不甘 说我读了这么多书 我今天呢 回家看孩子 有时候同学会的都不想去 人家是要么就是研究员 是副教授 我是看孩子的 但后来有一次呢 还听了一个婚姻讲座 就说今天 如果你是一个妻子 在家里边 如果你相夫交足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特别在孩子身上的 这个投资是超乎一切的 他很多声音说 你无论做什么 不是给人做乃是为神做 他从那天开始呢 以前做饭的时候 都是愁眉苦脸 从那一开始呢 是唱着歌做饭的 所以太子们 他懂得他的地位 也懂得尊荣丈夫 所以家庭就开始改变 所以今天刚刚讲到尊荣的时候呢 一定想到不是一味的 要来崇拜 而且不是 来在主里边 因着你 不是因为你所做的 因为你是神所造的 在神窝当中 你的地位 我们应该尊重 阿们 所以巴布特我们教会 特别在这个教会 建签的过程当中 无论我们牧者和弟兄姐妹的关系 我们教母团 理事会和弟兄姐妹的关系 我们小组长和族员的关系 弟兄姐妹的家庭 比如说 夫妻的关系 婆媳的关系 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 耳语的关系 各种关系怎么样 都在尊荣的文化里边 我们可以充足 你发现这是神特别的爱的 阿们 因为我相信 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是要来改变这样的关系 所以说十字架 一横 代表我们 弟兄姐妹当中的关系 比如刚才讲过这么多关系 然后一竖呢 代表你跟神的关系 当你跟神的关系 摆正之后 定位好之后 和那关系怎么样 就可以按部就反而做好 阿们 所以 请弟兄姐妹 在我们这个特别 在核心价值尊荣里边 我觉得过去讲的很少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多来实行 神 反显就把一个祝福放到我里边 对他们弟兄姐妹说 你配得尊荣 你配得尊荣 我也配得尊荣 我也配得尊荣 我们大家呢怎么样 都配得尊荣 所以不要再自卑了 你是上帝的宝贝 阿们 我来唱首诗歌 宝贝释迦 今天有一个财务报告 需要十分钟 所以我要把它卡断一点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哪一些人 哪一些事 让你心里有不开心 或者影响在咱们关系的时候 今天来宣告说 释迦要破开这些咒读 阿们 让释迦能够在大吐 关系当中 一切那个节 让神灵宝贤 能够合伙地教官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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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 为我爱舍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 我和祖 使我再次能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 我和祖 使我再次能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保险为我而生 宝贝是家乡 你知恩典有望远 使我完全的自由 宝贝是家里大能 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付付尽爱你 宝贝是家里大能 是你所遗远 你的爱我为我而生 我们一起来宣告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 我和祖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保险为我而生 宝贝是家乡 宝贝是家里大能 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付付尽爱你 宝贝是家里大能 是你所遗远 你的爱永远不贝 再来宣告 宝贝是家 宝贝是家里大能 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付付尽爱你 宝贝是家里大能 是你所遗远 你的爱永远不贝 来宣告 宝贝是家 大声宣告 宝贝是家里大能 是我生命 主耶稣我付付尽爱你 宝贝是家里大能 是你所遗远 你的爱永远不贝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要是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阿们 因着实际上的救恩 我们得以改变 能够得以更新 当我们今天讲到天国 孙荣文化的时候 法不得你要让一个孙荣的文化 在我们教会当中都给我发扬光大 无论我们牧者和弟兄姐妹之间 所谓和所长之间 夫妻之间 我们看到整个教会之间 有个充满一个孙荣的文化 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配得孙荣的 你所创造的无论我们有什么缺陷有什么缺点 但是都是你上帝的杰作也是配得孙荣 我们相信一个孙荣带来改变 带来更新也带来祝福 谢谢主张祷告 侍奉的祝福 基督得神的名称 阿们 大家请坐